我们在工修方面不允许有任何一点对安拉以外者 那些偶像、雕像不应当受到崇拜 因为那些塑像都是一些石头等作品创造 以至于人无论是什么人都应当受到崇拜 他最终都要死亡 应当受到崇拜的只有独一的安拉 因为他是独一的创造者 因为他是独一的創造者 因为他是万物的唯一的创造者 我们怎么能崇拜那些石头、树木以及日月星辰呢 他们不能驾驭任何事物 我们只崇拜独享王权的安拉 他是冗生的 那么 那么 那么